李毅等涉黑团伙案在重庆市开县人民法院公开宣判 法院一审判处涉黑团伙头目李毅有期徒刑20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101万元 其余25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6个月至17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今年36岁的该涉黑团伙头目李毅外号米老楚 开县临江镇人曾因犯强奸罪被判刑两年 经审理查明1991年李毅刑满释放后 就开始纠集李高清唐少洪等人一起围恶社会 为壮大组织经济实力李毅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以开线市场物业开发有限公司和江里汽车客运有限公司为依托 先后非法控制临江镇农贸市场和临江片区客运市场 并非法聚联大量钱财 为加强对组织成员的管理李毅安排其团伙成员在伙食团统一吃喝 并规定上班期间不准打牌喝酒 违反者将受到罚款等处罚 这个团伙中几乎人人都有一个江湖绰号 比如李毅绰号米老鼠 唐少洪绰号唐老妖 李高明绰号李喝 李高冰绰号肝脑壳 据知情人士称这是重庆道上的江湖规矩 为进一步确立该组织的强势地位和扩大及在当地的社会影响 以李毅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在开县临江镇先后实施了放火 故意伤害 强迫交易 寻衅滋事 敲诈勒索 故意毁坏财务等一系列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 称霸一方 为非作恶 欺压残害群众 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生活秩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